我全部再把它做一次好了 那首先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 那錄製聚集喔 我建議各位就是自行在錄製 錄製聚集 那動作的話最好是先彩排過 因為如果你沒彩排過 可能會NG啦 NG的話要重來就對了 重來反正就是重錄嘛 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錄有NG啦 所以我把它重新再錄製 錄製完之後 大家可以看出來 剛剛錄製的東西就是在 我給它一個名稱叫製作圖表 聚集 按編輯 所以 錄完的東西在這邊可以看到 它會跳過來 然後呢 可以看到這邊 基本上 也原理原則一樣 第一步的話呢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所以呢你會發現它有一個select 不過 因為呢 這個set source data 這已經 一樣的範圍 所以這個都可以刪掉 這一行可以刪掉沒關係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給這個圖表 圖表名稱的話呢 當然圖表類型是這個 直條圖啦 那直條圖的 第一行就是它 增加的一個 恰2啦 然後我們 當然後後面將來如果希望呢 它能夠放在哪裡 其實放在這裡好了 乾脆放在哪裡呢 放在 F2的這個點上面 然後呢 寬度的話呢 最好給我多寬呢 因為我們之前 之前是算一個 寬度是300 可是到底這樣 300是多少 600500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 比較不知道說多寬 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用 這個一個儲存格的寬度 看你要幾個儲存格的寬度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嘛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九個 十個好了 比如說到這裡 幫我畫 十個寬度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就跟剛剛我講過喔 你可以用Range 有沒有 Range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你用那個Range儲存格的寬度 把它乘以10就好了 那高度的話呢 你可以 假設我希望 畫下來剛好跟這個表格一樣高 那所以高度的話就跟 這個儲存格 Range F2一樣 的高度 但是要乘以幾個呢 乘以一個 到15列嘛 所以總共14個 所以這邊就乘以14嘛 那這邊就乘以10 這樣不就OK了 所以接下來跟各位講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會這一招的話 以後你要畫圖就更方便 因為怎麼放喔 就你自己可以 隨心所欲了 也就是那個圖喔 你可以放在任何儲存格 的相對應位置 然後大小的話呢 也可以根據儲存格的大小 去調整 OK 那怎麼做喔 如果可以的話啦 以後喔 如影隨形 圖 表旁邊就自動畫個圖 然後畫幾個圖都可以按照你要的 這個高度跟寬度 它會 是一個相對關係 那怎麼做喔 特別是喔 這個還蠻重要的喔 因為 這個地方喔 寫的方法喔 其實你網路上不見得可以查得到 因為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有時候發現 對可以這樣用耶 這樣用反而更好 所以一我把這邊改一下 第一行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習慣會把這個 叫X chart這個 先把它清解 這個可以拿掉 我講過 sauce 冒號等於這個可以delete掉 然後呢 他的 什麼呢 這個他的工作表 因為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呢這個工作表的哪個範圍 B3到 D15 這個可以拿掉 所以第一個 類型 然後底下 那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喔 主要就是說 他放在哪個位置 我主要是寫在這裡 那寫在這裡後面的話 就豆點 總共的話呢 會需要四個參數 那這個四個參數怎麼寫喔 特別是 我要的是哪個位置開始 所以左上角位置在這裡 那這一點的話跟他一樣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用range range指那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F2的儲存格 他的哪一點呢 他的labs哪一點 然後豆點 後面的話呢 再來就是跟他講說 哪一個top 就是他的那個垂直位置 垂直位置我們一樣 跟那個F2一樣 所以就是 叫做 根據他一樣的位置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繪製出來 他就放在這裡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喔 豆點 他的寬應該多寬 寬度的話 就根據一樣 根據他 他的寬度 他的寬度的話 怎麼敘述呢 點什麼呢 他的寬度 寬度一定叫Vis 可是呢 他的寬度的話 我希望能夠 跟他一樣寬 但是要乘以10 所以後面乘以10 就可以了 豆點 第3個的話 多高 那就是這個的 儲存格的高度 剛好算過嘛 從第2列到第15列 就讓他乘以多少 乘以14 就14列 好 這樣子我們就大功告成 我先把 這樣子喔 不過這邊好像 程式會 跑到太右邊喔 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在 這個參數喔 豆點後面的空白 加個底線好了 因為如果沒有加底線 我要換行 Enter 你可以把它換到下一行 我喜歡按個Tab 特別說如果你要換行 你不能隨便換行 你一定要在空白後面加個底線 然後把它換到這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他的坐標前兩個數字 他的寬跟他的高 後面兩個數字 好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的話跑出來會不會是 我們要的結果 然後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從這邊按F8執行一下 OK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他畫出來了 我好像尺寸不太對 是不是一條線 只有寬沒有高 我看高對不對 啊 為什麼不對 因為這邊我少了個什麼 點hide 他的高度啦 OK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他以為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畫出來 所以把這個程式倒車 移上去 按F8 有啦有沒有 畫布就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啦 我的習慣就是反正你按F8 先看一下 OK再往下寫 然後資料把它倒進來 B3到D15 資料倒過來 畫出來了 再來的話呢 我剛剛有點選哪裡 其實我是點選其中一個 一個軸啦 然後呢 再按右鍵 選擇 變更圖表 所以我就 等於是一樣 Full Serial Correction 選一 其中一個 只選他整個圖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地方 感覺好像都有相同的地方 就選圖的部分 他就是這樣寫 然後呢 我只是變更圖表樣式 圖表樣式的話就是 這個地方叫做 Char Type 有沒有 變更圖表 那Char Type的話 意思是說 我把它的 哪一個軸 變更 所以我就選 選這個 所以按F8 有沒有 選到這個 所以 Collection 1的話 應該是不是就選 氣溫 如果把它改成 2的話 是不是就選擇 降雨量了 其實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 試試看 像這邊可以試著改改看 等一下記得改回來就可以 選2看看 是不是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1跟2你可以這樣調整 OK 記得 如果OK的話 你記得把它再倒車 再把它改成1就好 改回來 有沒有 所以可以用這個方式 去了解你可能不了解的那個程式 如果可以這樣 其實畫一個自動畫圖表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好處太多了 我發現現在人在問 說真的 叫你看數字 看半天你還是不知所語 但是看圖真的馬上一目了然 所以像那個什麼 我們很喜歡看 如果這幾天的那個房價 是不是會馬上 所以歷年來那個房價的走勢圖 如果可以的話 馬上可以知道說 像台北市的走勢圖 不過看印象中好像也有人畫這個圖 大部分也是 漲的話是幾漲 跌的話好像都緩跌 所以跌應該不至於說今天 政策一出來 就馬上跌不可能 OK 把這個改成什麼 把這個改成就是那個 折線圖 然後有標記的 marker OK 就出來了 那最後的話 再把這個軸有沒有 這個軸畫出來 這個軸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屬性 叫什麼 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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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ove Axis Groove 把它等於2的話 表示說它這邊要出現這個負軸 OK 好 基本上我們就畫完了 但是你想說 老師我上面這個標題要變更的話 怎麼變更 其實前面有寫過 所以如果前面有寫過的話 你甚至可以拿 前面的程式來補一下就好了 順便的話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變更那個圖表標題 記得在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 變更圖表標 還有顏色 你可以 還有圖力要不要關掉 其實這個都可以拿來用 只是說這邊的話 我把它改成Wish 所以你可以什麼 Wish這個 我們拿這個來改 所以很多東西都一樣的話 你可以參考前面寫過的 那怎麼改Wish呢 依 在這個程式的 這個地方 Enter一下 開頭出現一個叫Wish 那記得呢 尾巴記得也要什麼 一定要End With 然後再來的話 把這些Chart 這邊把它Delete掉 留下點就可以了 然後再按個Tab鍵 然後底下的話 就增加圖表標題 那圖表標題的話 我就拿這個 來那個 然後關掉圖力好了 把它 圖力打開好了 圖力打開的話 那我們這邊改成True 要圖力 True True 或者你打E也可以 然後名稱的話 這也許叫什麼 這個名稱也許我們叫做 氣溫 我看看我之前給的名稱 叫做 台北氣溫和降雨量 所以這邊 上面名稱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 台北的氣溫和降 OK 那你之後做完 我是建議你可以 練習看看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 做一個什麼呢 把這所有的全省的 資料 跑一個 全省的那個 圖出來 氣溫跟降雨量的圖 全省這麼多 測的測站那麼多 如果說我希望 一跑 全部 在一個工作表裡面 幫我全部把它放 然後 可以 很快的 我知道 每個地方的降雨量跟氣溫 甚至就是你還可以再比較一下 不同的縣市的那個狀況 不過這大家 後面可以試試看 做好之後的話 一樣 我們把這個圖先刪掉 我最後想要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長這樣 然後 然後這邊把它加上去 這邊把它變更 自然把它放到18 然後把這個 顏色改成紅色 這個前面講過了 然後 Legend就是它的圖力把它打開 圖力放出來了 OK 不過圖力放這裡 假如你覺得不滿意的話 有沒有 你還可以 再把這個圖力 把它改成什麼 在下方好了 比如放在下方 那你可以 圖力 圖力放在下方 那圖力怎麼放下方 都不會怎麼辦 沒關係 錄字聚集 把這個動作錄下來 就答案了 把它修改一下就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主要是把那個 聚集錄下來 然後呢 再做一個 這個修改 快一點 我們來